稅稅是完全幫不了任何窮人 一些窮人來說 能夠得到6000元 每個月計算多幾個水 起碼食的方面都吃得好些 而且他們也不需要任何審批 會把錢亂浪費在行政上 變成窮人能夠得到的利益是最大的 我們今年計過 政府又騙我們 去年的財政預算案 又是赤子的預算案 結果今年就賺500多億 我們計過 如果向每位合資格的市民 來派8000元的話 都只是派到480億而已 就派不完500多億 有些政黨就說到 這個政府就好像很沒錢一樣 這個政府是不是很沒錢呢 因為政府的盈餘 那個庫房裡面 外匯儲備 和財政儲備 已經去到25000億了 25000億裡面 派500億是不是很過份呢 一點都不過份 就等於你現在有250元在銀包裡面 只是拿5元去買汽水 所以一樣 是非常小的比例來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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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2021 谢谢大家